一天 我 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去查一下 乔小姐周边的这些 因为 我其实昨天 我就 主任 你能不能就别再提昨天了 如果昨天咱们能 直接到章云运家 章云运都不会找不到 我 我跟他再解释清楚一点 因为正好昨天的这个情况特殊 我也没想到 我会遇到那样的这个情况 因为 因为那个人呢 他是在我过去那 你能不能别再提 上一个单位的事了 我 之前老杜爷已经说了 我没有一点想提 过去单位的事情 您不要再拿神力班的那一套 因为你 你不知道我 用在我们这里 你根本就不一样 江小杰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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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看来不在 走吧 我们今天来是想帮你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 我 我 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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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ibi姐说了 你不用怕 你一直在发抖呢 我不怕 我就收点冷 来 聘用 黑环 好像呢 我 晚饭来了 不跟你说了 我吃饭了 挂了 谢谢主任 辣鸡腿饱 你不吃了吗 那你吃也吃 用话 你不是啥 鱼饱 那不行 你最爱吃鱼饱了 我可不跟你换 来主任 你怎么知道他爱吃鱼饱 他爱吃鱼饱 我不知道 老板 麻烦你谢谢我 我不吃了 好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环境 这不是调节室 就是一个普通的会议室 请大家今天坐在一起聊聊天 把这个心结打开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可调节的 为什么 这都是十几年的老邻居了吧 这两个女孩都是最好的闺蜜 孩子们的话 都能化解开 我们大人之间 应该是没有解不开的心结 所以都不用 有什么话直接说 林女士 我们今天沟通 是希望大家能够 打开心结 放下恩怨 咱们都和和气气的 我相信大家的想法 都是一致的 就是解决问题 行了 对我简单话说得非常好 我先表个态 我完全配合 来吧 你们都表态的 说吧 我同意 我也没意见 可是我只是临时监护人 所以我一切都得等她父母 回来再说 那 是这样 一方面呢 要等张云的父母回来 另一方面呢 我们还要等 整容院 把这个全额退款 所有的手续走完之后 这个钱就可以 退还到你的账上 好吧 就是说她说的不算呗 你说的不算是吧 你以为我们真为这十万块钱呢 我女儿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们这是联合诈骗 她父母还不来 你马上跟她父母联系 视频 你好意思吗你 我侄女儿现在躺在医院呢 她为什么躺医院啊 她是为了臭美去整容了 我倒想知道 你闺女为什么躺在医院里 老师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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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不是为了升级 和制造更多的矛盾啊 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 那可能确实需要我们先把 所谓的这个诈骗的底层逻辑 先搞搞清楚 那么当事人之一 小周桥 今天是唯一来的一个孩子 我们要不要听听周桥 有什么想法 他说什么呀 父母说说吧 父母说说吧 要我说我们都不应该来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二十万 十万块钱整容 十万块钱在你闺女手里 再说了 你们家江小杰带我儿子去老宅 每回买东西 那不都是我儿子出钱的呀 我们捞着一分钱了吗 充其量就是个跑腿的 你还充其量 你儿子起了关键作用 你们有点良心吗 监控是不是他弄的 我现在都怀疑 我们家的卡 到底是不是云云透的 连改监控这种事能干出来 以后不知道干出什么事情 胡说八道 住手 你 干什么 干什么呢你 够了吗 坐下 来 坐下 我往前前 呼叫万臣 起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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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 我找死那的 老周 你这干什么呢你 你坐下 请你坐下 不是 三 不是 我们在解决问题 你打孩子干什么呀 我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先冷静一下啊 什么意思 嗯 我们打印了你姑娘最近的那个 所有的通话记录啊 小姐 你自己看这个红颜色的啊 这个是最长的一次通话 这是一百零八分钟 这个手机尾号呢是 四六八二 张云云的电话 是吧 你跟她关系很一般 你们俩 十九点四十五分开始通话 聊什么呢 问作业提议 不行吗 行啊 那 张云云最近有些事 有没有跟你讲啊 比方说她想做个整容手术 不知道 花了十万块钱 这么大的事你不知道 不知道 好 那你自己这个将近十万块钱 九万八 哪儿来的 在你书包里 在你们家的老宅里 是我妈给的 跟张云云的这个手术费 有关系没有 这两笔钱 都是我妈给的 你妈妈为什么要给你 这么多钱 我逼她吃药 还把她打伤了 她姑妈就来找我妈 威胁说要告到学校 让学校把我开除了 还说要起诉什么的 我妈 她怕把这事闹大了 她主要是怕丢自己的面子 就悄悄给了张云云一笔封口费 她说要是什么 她不想着急 她不想着急 我问她 我现在还不想着急 我会不想着急 我说你 我看她了 你不想着急 我看她 我会不想着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